好,那么接下来的比赛为大家带来的是Left Coach对成RDU的一场比赛 是的,然后这场比赛也是烧生对比较打得比较快的一个选手 对,这两位选手已经是炉石的老牌选手了 是的 那么Left Coach出道于2014年的中欧对抗赛Golso Gamers的排行榜也是一直位列前茅 没错,而且RDU其实也是大家非常熟知的选手了 14年占据Golso排行榜第一很久 而且夺得14年WCA总决赛的亚军 诶,真别说啊,14年的中欧对抗赛时他们两个都有参加 有RDU吗 有吧,我觉得好像是有吧 你不打了吗,你应该印象比较深刻 14年我没打的 我打的是,诶,不是 就是最早的一批嘛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选手介绍 那Left Coach这边也是通过昨天的比赛然后降了一波胜率 降了一波胜率 因为昨天的比赛是打了一个3比9嘛 这边很惨,总胜率只有28% 是的,这个是有点惨 我想知道K神的胜率现在有多少 应该还是有40左右吧,我觉得 因为他这一轮的比赛目前还没有看到过 所以就不太清楚 RDU真是一个很年轻的选手 虽然他年轻,但是在颅室里面的资历就蛮老的了 没错 这边也是萨蛮比较,胜率比较高 那也非常期待这两位选手给我们带来的这场BU17的一个对抗 没错,其实看到RDU那个萨蛮5-1 其实我又想到了狗哥的萨蛮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支持率 在我们的下方这个地方会显现出来 那烧神哥这边是支持率是53% 那RDU这边是稍稍的落后一些 对,落后一些就47% 而且他们两个都是G2战队的 其实差不多吧,他们两个支持率 对,然后还有TES是他们三个都是G2战队的 只能说这场比赛大家要准备好瓜子饮料矿泉水 应该是一场万长的比赛 但还好,我看最近Livecoach比赛好像没有特别特别少 可能是从凉了 可能是昨天的比赛你没有看 昨天比赛可能他觉得,反正就娱乐嘛 然后打一个KF9,所以就慢点打 反正也没别的事情 Livecoach这辈选手他其实打鲁石不是为了赚钱啊 或者名啊利,他就完全是享受在这个鲁石的乐趣里面 没错,可能是更多的喜欢鲁石,喜欢玩这个游戏 对,而且新版本的鲁石也是,据说又有他参与 他有参与设计新卡 是的,马上就要去报学总部了吧 嗯,他应该是要去设计新的一批新卡吧 感觉好酷啊 对,我还是比较期待他设计的 因为他属于这种比较偏,偏控制型的选手 没错,而且黑科技其实也蛮多的 他另外会设计一些,就是比较,比较酷炫的法术 哇,他的 嗯,典型的大胡子 哇,这是什么 哇,这 这在这个节日 这个节日 这个 我想知道外国有没有这个节啊 我感觉受到了伤害 受到了暴击 直接就 哈哈哈 故意的故意的,这个时间点,对不对 对 看一下,德鲁一打萨满 这边应该是一套野兽的 嗯 嗯 这台萨满都是加了收割机 没错 收割机还是太强了 毕竟第一战场四飞 是的 诶 诶 从凉了 哈哈哈 这回合 这个很正常吧 这个不用烧吧 这回合在烧有点过分了 有点故意了 其实他也不是恶意烧声 就是在考虑后面的东西 其实我看过Livecoach的就是有一些什么 就是 视频什么的啊 他确实是在每个回合想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对 他做直播是很有意思的 他会 就是说 他这个选手他属于就是我做直播的时候 我是不看弹幕的 我打完这一盘 嗯 然后再去总结 再去看弹幕发了些什么 比如说他每个点他会去回答一下 什么怎么样 然后他就是 他直播打一盘好久 就是 因为他打一盘 本来就耗费了很长时间 然后他要解释一番 怎么怎么怎么 然后这个回合怎么这么考虑的 然后 就非常慢 那我想知道 如果Livecoach直播上传说的话 就是说他下了直播的时间不打 那我感觉他可能要到月末了 是 但是有的时候他会 就是比如说他想冲一下排名 那会 就会 快一点吧 嗯 嗯 嗯 那我们回到对局上 这边 嗯 这边完全可以打一把根虚 然后就变个脸就走脸 嗯 下个可以硬币老虎 对 五费是老虎 六费加上这个展览者手 展览管守卫是特别强的行为 没错 哦他没有选择 解掉 而是选择了铺场 你这样会不会很容易吃AOE 嗯 但是他的考虑来说 我既然占一个三二和一个一 对面都没有交AOE的话 可能是没有 嗯 但是也是有点虚吧 但是他不 比如说你交一发AOE 就是闪天风暴 嗯 比如说闪天风暴的话 其实下一回合费用是 比较少了 我这边上个老虎还是挺优势的 嗯 大悬窝的话 可能是解不掉这个场面 对不对 大悬窝的话可能会剩个三一 不然的话需要你摇出一个法降土腾 对 那我们当前回合就 那就 下个收割机 收割机吧 顶一顶 嗯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还是收割机好一点 嗯 但是Livecoach是在想 可能你有一些 咆哮什么的 要不然你也不会这个 招两个一吧 招的这么凶 对 嗯 好 开始烧手了四倍 嗯 上了个收割机 而且难受的这一回合 嗯 那还好吧 分路吧 要不 这边主要是对面是没有 应该是没有这个AOE的 嗯 先分路解一发 如果是 出了什么应该都能解 但是 如果出到一个自爆绵羊的话 就爆炸了 就崩了这边 对 毕竟概率小 就像出末日一样 末日的话还能解 但是 这么一样就解不了 爆炸 这边可能要打一发 转头疼加身555 他这个姿势太懵了 哈哈哈 他非常的难受 哈哈哈 要不要打一个 打个狼魂呢 狼魂的话 也还可以 但是狼魂的话 然后下回合卡费 嗯 对 下回合费用比较少 太难受了 我不如说这回合 我先上一个五飞的 就是这个55超风 下回再去打狼魂 还可以接个割 这样的话 费用可能会好一点 哎 没有AOE还是很烦 如果有AOE的话 其实他这个场面 配合学法很 很容易 对 嗯 我不知道Levco 这套牌是带了几张 有AOE的 像这种中苏控场刹 应该三到四张 是至少的吧 嗯 那带了双收割机 其实还是 照目前版本来说 应该是 少了些什么呢 少了一些 嗯 会不会少了一些雷霆牙 雷霆牙 啊 嗯 马桶的话可能会少 因为马桶 我还是选择了 就是 狼魂 狼魂 狼魂的话 下回合是一个4 way 可以上一个收割机 或者摇土层上魔物 嗯 差不多 这边要怎么选择呢 这边 如果上狼虎的话 就要全换 但是老虎的好处就是 下回合我就可以 就场面爆炸 有个非常强的combo 对 老虎这个东西还是隐藏 对 我先忍一回合嘛 下回合这三个55 你怎么解 对 而且你这边是过载二的 这边估计还是要收割机 要不然你上一个墙的话 也就是一换一 而且下伙估也不是特别的好 上个收割机的话可能会 差不多吧 感觉 但是我觉得还是留守墙 更好一点 留墙的话 可能这个东西只会费用越来越低 对 这回车去上一个55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不如去上个收割机 收割机的可能性比较多 而且可以配合火车 对面基本上不会接你这个收割机 而且现在还有22点血 就算老虎踢一脚17点血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 对 如果就是上55的话 就一换一再说 你只沾一个图腾 对面还是会伤怪的 感觉还是比较弱 好收割机 这面肯定会复制一个老虎 哇 亚莎激进气还好吧 不要太贪 这个时候不要太贪 已经够了 召唤一个他的复制 已经非常够了 这时候再来个再等一回合 什么亚莎激进气再贴一下 那就更爆炸了 没错 相当于上了一张一费的牌 1555 下一张老虎 最后可以选择火蛇撞掉 刮一个 差不多是这个节奏 然后应该是还可以上一个5555 没错 其实场面还是55开 对 费用是刚好的 就是 首先先去撞掉 先撞一下吧 看看这个收割机里出的 出什么 对 出什么还比较好 在火蛇战场的话 出一个墙是最舒服的 是的 就超超 嗯 超超 还有232 就是这些嘲讽 是的 其实 只要不出到那种 比较 坑自己的 坑自己的就还好 哇 这个厉害啊 嗯 火蛇 火蛇不错 可以刮 摇一个图腾 然后上一个十元母雾 对 嗯 这样的话 场面至少能搬回来了 而且这个图腾 还捡到了 捡到自己这个费用 是 本来是少一个图腾的 对 这个还是有点意思啊 感觉这个火蛇 制胜点啊 嗯 那这边应该是 横扫加变脸 哎 横扫加变脸 再贴个亚莎基金剂 是不是可以 解得非常舒服 嗯 亚莎基贴给瓜 还能过一张牌 对 而且 就是扫 扫七五变脸解一下 反正现在血量也不是很 很在乎 没错 这么满 然后 二三就 贴给瓜的话 就是一个二三 二三去解掉 对面的二二的火蛇 然后 先打横扫的话 就变成零二了 不不 怎么 怎么能变零 火蛇还是火的 你要扫 你要扫火蛇吗 扫火蛇 扫火蛇不太好 扫火蛇的话 你老虎就要卖掉了 嗯 对 对 这样的话 老虎我觉得 还是要提脸的 嗯 继续给压力 这样的话 血量非常危险了 没错 只有十一屑了 对 这边 蓝龙 雪法 加闪电剑 可以写老虎 好像貌似只能这样 嗯 这个老虎是不能 不管了 剩一个二一的寡 对 雪法要上吗 上了吧 上电不掉老虎 是的呀 闪电风暴 但是还是要打闪电剑 嗯 蓝龙雪法才打我 是的 他把老虎解了之后 下河 因为你野兽质量比较低 你下河不管上什么 打一发闪电风暴 很有可能就清唱了 是的 这边很可能会翻 翻 好 闪电剑 打掉老虎 那这边RDO就比较伤了 就是必须要一些 斩杀的手段 嗯 其实这边还可以打一张横扫 这还是横扫吧 呃 横扫去截场也还行 横扫去截 然后撞掉 上收购机 他的想法就是 可能RDO这套牌是 没有什么 就是 就冲脸的牌的 可能都不带咆哮这种牌的 所以说他就是 想把场面站住了 然后 他血量也不多了嘛 一点点打掉 没错 哦 还是有雷霆牙的 但是我不太理解 就是他下的 下了什么牌 嗜血 呃 嗜血可能会下 因为不太需求 因为收购机 还是非常强势的战场嘛 没错 而且他们有火元素 应该是 哦 可能是火元素没有吧 这边刚好又抓到一个刮 那 非常及时啊 刮了吧 嗯 然后刮上两个图腾 还不错 节奏挺好的 嗯 就是血量有点少 对 这会儿不抓刮的话 感觉不太舒服 怎么打都不太舒服 对 不抓 不抓刮的话 就只能枪扑一波场 你看现在 LF coach没有那么那么少 对吧 我觉得 还是挺快的 对 呃 赵他以前比真的快很多 哎 哇 大螺丝 两个 对 这个三分之一的概率打脸 对 两两个瓜都交了 这个螺丝太厉害 我的天 一发入魂 可以 RDU也是笑了 我其实RDU很喜欢玩野兽德 因为之前野兽德刚出的时候 我见他也是 就是一直有一些新的野兽德套牌 是 哎这个螺丝还是很给力的 是 那个扣事还点了点头 嗯 还在意料之中 嗯 不过还是很伤的 其实你萨满作为这么强势的一个职业 第一把就输掉了 嗯 而且输掉的一个 怎么说呢 感觉是比较弱势的德鲁伊吧 嗯 现在 就是 就是这个赛制的那种啊 当然说当前版本还是德鲁伊 还是可以的 没错 那他这个德鲁伊 嗯 有什么去打 有什么打 这个德鲁伊 野兽德的打法 野兽德 我觉得拿这种像防战这种牌 可能打好一点 好打一点 可是你战士出去了之后 会不会怕之后的兵法 但是阿迪欧这个选手是独流选手 他 你看他看过这么多比赛 好像真的没有用过兵法 对吧 对 但是我觉得 如果用一些什么动物园佛祖旗 会不会也挺好打 也还行 对 因为就是 就像动物园佛祖旗这种牌 就是比这个野兽德鲁伊 而且他这个战场能力强 对 他可以让你很 就是德鲁伊 不管你是655还是22贴皮 就卡在手里 很难受 对 就你上一个3-2 那我上一个2-2圣盾 那差距就有点大了 没错 那我学校也是在准备当中 我们稍等一下 这个版本动物园是有小鬼爆破的 对 非常的强 刚刚我们两个刚经历了一场 这个 瑞纳德的 对 非洲球长的爆破 其实怎么说 其实当然就是 在GVG版本来说 我们就是基本上 谈论比较多 就是 包二还是包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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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差别真的太大了 然后还有蓬蓬 基本上就是 记忆中比较深刻的 也就是这些东西 是 但其实今天蓬蓬没有发挥出 特别大的作用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好吧 如果不是因为之前对他的印象太深刻的话 感觉其实你要是看今天还是很厉害 就经常蓬蓬补了很多伤害 然后占了一波场之类的 可能今天的蓬蓬的两个炸弹发挥的不是很理想 还好 说不定爆血私下里又把这个伤害给盖了 这些应该不会出现 其实 其实这些随机性事件吧 其实 只不过我们记忆中会记忆到一些比较偏激的那种 没错 其实如果他发挥的正常 我们大家就是 看了也跟没记住一样 其实 只有那种发挥很出色那种 你记忆印象特别深刻 就比如说尤格萨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你 就是很正常的 就感觉没上过似的 然后如果是发 就是对面翻了 这个对面这个尤格萨龙太变态了 对 他有的时候自己翻别人也觉得很爽 对 因为以前砰砰也起到这种作用 对 以前还有什么让我们印象深刻的牌 印象深刻的 赛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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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打兵法什么的 对 像什么 感觉好重要 赛布 就是 基于G版本来说还有什么呢 基于G版本最强的就是收割机和碰碰 收割机碰碰 对 也是暴雪瑞维做的不好 运泥就是那个塔马斯 对 运泥和老司机我觉得还算不错的卡 就不是变态 就是非常让大家喜欢的一张卡 而且我觉得我们也 就中立卡牌加血的能力确实是太少了 没错 好 那这张比赛开始了 动物园我们看到了 动物园 那边靠是觉得我要比你还要快 那动物园还是打这条野兽得不错的一个选择 没错 而且骑手也是比较好 看斗驴这边能不能抓到横扫吧 好 这边估计是要留一手愤怒的 呃 那 刚换掉一个又来一个 这个骑手就比较差了 嗯 没错 其实我不建议一费时候出一个一三 我觉得手里有恐龙上一个村民是不会出一点 一三的情况是可能会被对面一个潜行的 二三二那个潜行换掉 对换掉 如果你出恐龙的话 又怕根虚什么的来过你墙解掉你 嗯 可能村民好一点吧 村民的话就是你变脸解掉我我绝对也没什么 对 其实村民前期就恶心你嘛 一个一一亡语也是一个一 哇 这边这个激活可能后面搭配这个砰砰的时候非常强力 要不要留一留我这个盒就先根虚打掉你的恐龙 对 最后就根虚打掉小盒上个迅猛龙 嗯 然后四飞盒已经上风风了 四飞就开始风风了 对 嗯 嗯 我想 其实砰砰这个是强就强在他不管打什么都厉害 就是他主要是跟你不发你没有发现吗 他跟德鲁伊搭配起来就特别强 嗯 就在一个低费合合去对上一个砰砰很难解掉的 而且现在的王牌是五飞的 现在已经基本看不到这个王牌了 对 嗯 他五飞之后身材变太差了 我这个这个这个是很厉害的 不是 而且这个德鲁伊本来前期看挺卡手 你看他抽了这两张牌之后 四回合砰砰 五回合老虎 六回合复制 那感觉完美曲线啊 对 就看这个炸弹发挥合怎么样了吧 嗯 嗯 这边还是比较好解的 对 随便丢上去点东西把迅猛龙一解 嗯 会管的吗 我觉得还是会管的吧 要不然这个E3是被白吃的 嗯 但是你出什么还是 这关键出什么 基本上这个 E3也是能处理掉的吧 嗯 怕一手烈焰小鬼 烈焰小鬼这种是比较极端的了 对 撞出来看一下 就绝大部分的E3随从都是会被E3 至少是换掉的 嗯 这也就是为什么迷团这么强的原因了 在E3里 因为他的身材比较好 而且还是个嘲讽 对 我觉得你还是要解掉 如果你不解的话 就是 其实是在考虑上小鬼还是考虑上村民的问题吧 其实我觉得手里 他他想法是手里有利贷 他想去配合一下 所以说选择了上这个村民 并没有选择减 哇 现在来不透视的风格是有点 激进 对 有点不太一样了 今天一个砰砰 砰砰下火老虎 再加上着蓝管守卫 感觉 随从质量已经是不能再抢了 没错 其实野兽得野 就这么多大哥了吧 再加上螺丝 是的 哦 历代加黄火 反正是可以处理这个汪汪 就这三个先全丢出去 嗯 是的 全丢出来可以抽一口 七夕反正是要解的 历代给一个村民接黄火把七夕解了 可能伤害有点溢出 对 呃 如果强脸的话伤害是 有些也不太够吧 没错 最后如果不抽大哥的话 伤害感就击不上了 对 如果这一盒你要是不解的话 你下一盒场面基本就没有了 对 但是这个炸弹的部分 你因素也可能会让你的场面 特别的爆炸 对 先打一下看看吧 对这边先立弹再撞 这个是 非常好的 很细 对 可以让物扛一下炸弹的伤害 是的 看你能不能扛到 看一下 炸弹 诶 炸脸 还不错 炸脸还不可以 那 这个 呃 还是不解第二个炸弹了吧 这伤害有点 武功去解炸弹感觉是有点亏 嗯 武功 武功应该收掉 对 超一口 六宫 哦 六宫 对 六宫呢就更不解炸弹了 没错 六宫去解个炸弹感觉 而且本来德鲁伊很好的节奏是五回合拍狮子 这如果先抽一口是不是更完美 当然不能这么像 注意魔像 对 哎 这个我觉得 嗯 RDU是不是先撞一点好 双撞 啊 那这样更好一点 嗯 他可以贴皮解了六五然后愤怒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应该先解然后后 后去塔炸弹 这样他他打到六五身上是吗 对啊你打到六五身上怎么办 他打六五身上可能就不贴皮了 可以 就交愤怒了吗 交愤怒 嗯 也不是 那么好 嗯 我觉得先解好一点 这样的话就炸弹炸到其他的牌的概率 会更高一点 然后解的话也 你说他会不会想贪 就是如果说炸弹炸到六五 炸到两点以上 大哥非常的给力 这边直接两个去解掉一个二 这个肯定不会解一的 至少能保一下 就 就保一下飞刀 对勉强保一下飞刀 横扫 这边非常尴尬 必须要上老虎 但上老虎的话飞刀又没解掉 这只能放大一个回口 对 然后这边就非常 我的天 这个抽的可以 这个只能说还有谁 太完美了吧 我当时还在想让他抽一张两费以下的可以直接扔出去呢 有点天真 那问题来了 RDO这边怎么办 怎么怎么赢 不好赢的 赢不了吧 主要是这个大哥你都解不掉 大哥解掉的话你那三个又解不掉 太难受了 好头疼 好热 这两个度银魔像真的是 这个大哥简直厉害啊 不是度银魔像厉害吗 大哥丢两个度银魔像太强了 强无敌 你说单重生一个大哥觉得还好 那就大不了一换一吧 然后你这边又带两个小弟 是哪哪呀 现在目前就一换一的情况 果然动员打这个优势还是挺大的 对 当然其实RDO这盘已经比较糊了 没错 四费和除了一个碰碰 他也就一费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一费怪的话 那就那就 有个那个一二二的那个 对 那已经很不错了 对 四费的时候怕你碰碰了 对 其实动员很怕你激活跳张大怪的 对 就尤其是碰碰这种 碰碰是主要是他 他不仅有一个比较高攻高血的随从 还有两个不稳定因素 攻击频率还多 咱们RDO这边逃出了牧师 然后看到了纳鲁之光也是很久没见 鸡腿 好 圣光张胺 环木这个是个环木 圣光张胺叫奥基尼祭司 其实环木打动员来说 感觉打这个版本的没什么太大优势 还是要看AOE嘛 如果AOE多的话你就随便扑嘛 但是像Livecoach这种 我感觉就是他这种不是很很多的那种 就他的伤害他是那种打斩杀型的那种 像Livecoach和红火都有的 是 还是看手牌顺不顺吧 打4费奥基尼环 5费弄完6费炸弹 就可以洗洗睡了 是 不过牧师这个手牌 其实打动员来说挺尴尬的 如果你没有一张环 你可能挂接很多个回合 他是非常依赖于奥基尼环的 因为你就是一个炸弹都不解决问题的 因为动物园基本上都是血量比攻击力高的随同 而且他会刻意去防你这个东西 是的 哎呀这个棋手 哇两个面 这边Livecoach应该会果断 哦 来了一个小鬼那就另说 算小鬼吧 其实如果没有这个小鬼的话 我觉得还是先是棋手飞刀好一点 嗯 给点压力 是的 我觉得可以小鬼硬币再跳一个村民帽 然后二位个孔狼 这样的话场功高 这个不管怎么样小鬼肯定是要上的 嗯 然后再考虑是不是要 但是他手里有三费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 也可以留下硬币 三费还好 主要是小鬼手里有这个东西 打牧师就感觉其实一般般 怕一张痛 是的 嗯还是跳吧 跳的话把这个压力给的最大 没错 而且有个好处是可以解末日 哈哈 对 哎 解不掉末日吧 好像解不掉 能解掉 厂攻是4 上去一个孔狼 它是6 6点厂攻 对 那还是解不掉末日 那拍一手末日有点 像一个孔狼 这场面对时就已经8点成功了 嗯 这边非常需要 还是得被踢 我觉得北军要不卖一下 可以吃4点上还应该 要不然被打得有点 毫无还手之力啊 我这边应该是会上一个 315 对 可以防一手奥基尼环 315的好处就是说你 单回合如果解不掉我 我下一回合可能就 爆炸的伤害 对 而地窝这边看 还能不能抽到环吧 如果不能抽到环的话 其实已经很难了 对 来破坑这边应该会考虑 这个叶瑟珍一元的位置 在下一回合 能不能控制它在4血 比如4攻 防一手灭 放在哪好一点呢 放在 我觉得放在 村民的左边 对 村民的 或者是小鬼的右边 嗯 好一点 村民左边可能就是影响不大 村民死了还有 对 还有他儿子 是的 但是村民死了之后他也会加工 所以说放在右边可能更好 哦 我这边抓了手痛 那肯定是要 果断把这个痛掉 没错 但他会考虑痛 这个还是痛 恐龙 但我觉得还是要痛这个 这个东西隐藏伤害太高了 对 而且这个东西是无血 就血量很高 你的AOE不好轻 嗯 我想 好那这边继续先忍着 没办法 还木没有还 很惨 就是很 就是这样 那这边应该是上两个 嗯 3加1 上哪两个 还是3加1好一点 没错 嗯 嗯 其实到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防牧师的AOE了 对至少有NOVA和这个 极鹅之咒 极鹅之咒 我会可以防一手 神圣星星 嗯 你如果上飞刀加上 一次正关里面 一个NOVA就没了 一个NOVA就没了 就还要撇一张 是的 不好 还是3加1好一点 嗯 嗯 嗯 我觉得 这盘 胜负点 关键就在于AOE什么抓 什么时候抓到魂 嗯 我想 3加1 他可以先用小鬼撞一下 然后把那个嘲讽放在恐狼的右边 对 我觉得 放在恐狼的左边好一点 恐狼的左边 恐狼的左边 恐狼的左边是不是怪有点太多了 又是痛 是的 嗯 右边也行吧 因为 这个小鬼 小鬼四弓还是比较厉害的 是 那怎么办 痛了哪一口 嗯 然后等炸弹 这只能这样了 慢慢打了 关键 还是不太好 就看 来不客人边抓什么了 这对面空手戳个大哥 这边又爆炸了 灵火 灵火 嗯 这边可能要丢掉 丢掉飞刀吧 要不 嗯 飞刀也未必能丢的最好 因为这个二三二要先战口出去丢一张 是的 不一定丢谁 嗯 要不还是丢管理员吧 要不先打 魂火 先打魂火看一下 要不先抽一口 先抽一口 万一抽到大哥或者是什么 就很尴尬了 就有点伤 我觉得要不就先打魂火 因为丢哪张都都还行 如果丢飞刀是最好的情况 嗯 丢不了飞刀的话 飞刀在手里还行 嗯 双飞刀 那这样的话就裸上一个飞刀吧 嗯 他这边可能会考虑 就 就上一个怪不动了吧 嗯 上这个 嗯 我觉得这样并不好 他是想过牌的 他肯定是要过牌的 但是丢了魂火 哦 哦 这是丢了四点直伤 哦 我觉得这魂火是不能丢的 是 我觉得静 不如说先打出去 要丢持油炸弹 嗯 这边一个炸弹 但是厂攻也还是有两攻的 每刻还有两点 但是莱坡这双飞刀 确实还挺厉害的 抽个大哥就赢了呀 哇 哦不是差一点 嗯 这不够的 费用不够 如果费用够的话 这一步很爆炸 哎不对应该是 应该是说上一把 如果是魂火打出去的话 这一回合抽大哥就赢了 嗯 对 不抽大哥也差不多了 因为你看只剩五血嘛 黑石山范再找一张利带 或者是魂火 对 那也应该先上飞刀 嗯 这回合还是 双飞刀 双飞刀加上这个黑石山范吧 嗯 把伤害打得最最高吧 要不要找一张伤害 就是说飞刀 黑石山范先找 然后不行的话 我再抽一口 嗯 也行 但这样的话 如果找四点的话 也赢不了吧 找四点的话是 也赢不了的 呃 差 对 所以说我觉得那干脆就双飞刀 就把伤害打出来再说吧 就如果说双飞刀的话 吃一个能往哪一口的话 就感觉后继有点乏力 是 他在找大哥吗 呃 那他是想留双飞刀去打伤害 嗯 那我觉得你还不如说上一个一加三 不要上这个黑石山范 如果你想留着的话 嗯 上一个好一点 先给点压力 对 哇 这秒选 我拿了这张 那我估计三张都很差啊 是的 哦 这边还是没有 那就只能赌奥基尼去奥基尼盾去找还了 要不然没有没有任何机会 哎 鸡腿加盾怎么样 鸡腿加盾的话 鸡腿加盾是回 鸡腿是回三选 然后加哪一口 就我感觉赢不了这么打法 嗯 就 这样如果这个盒不死的话 可以再多抽一张 下回合的一张牌 你看这样的话 我觉得非常危险啊 嗯 还是抽大哥就赢了 我觉得不抽大哥也差不多了 双飞刀随便飞一飞 飞上有机会打死 双飞刀能飞几刀能飞六刀吧 五刀吧差不多 双飞刀上 二加飞七刀吧 飞 能飞七刀吗 那那就 你可以有送怪 送怪可以多飞 他可以上三个随从 一刀 这是 这就是 这是两刀 是五刀吧 对五刀 嗯 如果不行的话 你就把一一送了接着飞 对如果送掉之后 就接着飞吧 送一个一一再接着飞吗 鸡腿感觉还是要接的吧 鸡腿扛了好多伤害了 送掉之后是可以飞七刀 这个有点厉害 这个有点厉害 毕竟留了这么久的飞刀 应该能解掉吧 再飞两刀 他决定要结场 嗯 不想让他回太多的血 我结掉了 飞得还不错 嗯 当然全飞脸是更好的性 直接打死了 是 这里抓一个 极恶之中 哦 那 那走了 北俊奶对面一口 奶对面一口 找极恶之中 哎也不行 奶对面一口 对面这个315 抽的还也不行 因为 太爆炸了 315的话就直接把你杀了 对 那 那会跟结底还是没有还 嗯 如果这如果这和有一张还的话 其实木屑 哎 有有点奇怪 北俊奶对面一口 如果抓到环 严树 不是抓到一个盾 或者是严树是盾一手 然后再抓一环 抓很多牌 然后 还有看有没有什么其他低飞法术 那好 这样没机会了 还是有机会的 嗯 确实 只是要的牌多了一点 太多了主要是 就是非常极限的一种 没错 比如说你要需要一手盾 需要一手环 需要一手痛这种 我的天 那太难了 嗯 好 那目前 Left Coach的 动物园 动物园 对动物园 是现在联赢两局了 没错 而且RDO这边是 Counter 失败 这点很伤 嗯 确实是 主要是环木没有奥基尼环 这个combo 就根本不太行 没错 而且他也没有抽到别的AOE 就除了一个炸弹 嗯 就是没有极核之咒啊 或者弄啊之类的 对 而且炸弹打动物园 不是特别好用的一套 一套 没错 这边也算是给了一手机会吧 嗯 你说在那个 就是丢魂火 那个地方 也算给了一手机会 把职商丢出去了 嗯 那接下来 2DU这边有什么 比较好的职业去Counter对面吗 嗯 如果按照萨满说的 2DU不是兵法的话 哦 提起猎 嗯 这个版本的猎人 我觉得也不是很强 嗯 我觉得有一个重弩还不错 就这张韧弩 这个韧弩 韧弩还可以 但是他少了科学家 和奥秘这个搭配 是不太好 但是有飞刀放狗 嗯 但是什么时候都有飞刀放狗 嗯 而且什么叫骁啊 也被削了 马云也被削了 其实 是的 他这套牌 可能 我不知道他后期牌多不多 他可能是有一些后期牌的 Tabco这边选择 我觉得他都不是特别好 左边两张都换了吧 就留个黑石探饭还行 嗯 其实你觉得如果 2DU上一个猎人来打你 可能就比较偏快 要不要把黑石探饭也换了呢 嗯 就全力去找一费 全力去找一费 这样也可以 但是容易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你 一 就是二费可能 会只打个一费或者是二费断 断 断党 3DU今天算是糊了吧 已经很糊了 我觉得 这个牌非常糊了 对 那就上一个一一升盾好了 没错 下一个盾 下一个盾 如果来奥秘的话 可以考虑上女猎手 没有的话 提弓可以解掉对面 对 硬币可以先留一手 是的 硬币 好 还是选择一三四重 这个肯定不会硬币的 这个 就是至少有一个 一种别的选择嘛 反正都是一弓嘛 狼卫婆也是一弓 但是出来的这个怪是 就是虽然说 小野菊 小野菊 小野菊不错的 因为比那两个强 强一些 嗯 鲜血小鬼怎么说呢 鲜血小鬼也不错 也还行 但是他主要是 没有攻击力的话 对于 场面来说帮助 没有那么大 嗯 就靠每回合加了一点血 是的 他必须得占非常多的回合 然而这个对局 感觉 不是很 不是很久吧 那拿一个小野菊冲锋 他可以破冰冻 对 从长远的角度来说 可能这个 小鬼也好一点 但是从 就功能性来说 这个小野菊实在是太好了 没错 他可以配合 绿带 嗯 嗯 我觉得没什么纠结的 就拿小野菊好了 然后 对 来不扣是性格也是会 撞一下的 然后这边刚好吃一把震怒 没错 好 很舒服啊 对 全解 全解 而且这边是先手 有这个神明女热手加上冰冻 我的天 这就体现出小野菊的重要性了 是的 这边要抽一口上个小鬼了 感觉好弱呀 三费上了个E3 或者是 关键是你上一个小野菊的话 也是会被刀砍掉的 所以说你基本上场面还是是一个E3 是 这个 其实他不用想 我觉得雷霍靠是肯定会下E3的 是的 他在想之后的回合应该怎么办 嗯 下完E3之后应该怎么办 对 嗯 这边应该是最强combo 有没有提到 没有 没有 那已经 已经够好的了 是吧 他会下这个冰冻吗 会下的 就是场面上 比较好啊 嗯 就是你这个E3 呃 动回去 关键是你动员有什么 太高的随从 能让我动回去吗 也没有什么了 除了一二费的 也顶多是动一个三费的 嗯 不过很难 动员不会给你这种机会啊 你动这个 是的 基本上你如果有的话就架起来 架起来再躲在后面 嗯 应该可以先冲个猪看一下 然后可以上个小鬼手链 是 应该是不太愿意把这个 这个气牌的小鬼 动回去吧 嗯 因为下游盒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我就要冲大哥了 是 其实这回合费用很好 1加3 所以说也不需要考虑 用小鬼去试这个奥秘 嗯 哦 他选择了上一个 他想法就是说 我看能不能找到一个 利贷和混火来把你这个处理掉 嗯 是吧 但是他手里有利贷啊 嗯 那就是说上这个的话 我冲锋出一下 利贷是可以解掉你 然后还有两费 就是打一个这个 那就先先上黑日探饭 我觉得混火可能比利贷好一点 你觉得这个三四还需要减吗 因为我觉得 RDU在用一个猎人打你动物 动物园的时候 就是那回和只挂的一个奥秘 我感觉手里可能没有什么奥秘了 但没有奥秘的话 但是这个三四来说你 基本上能处理我绝大部分的怪 嗯 而且就是像这种急速型的猎人来说 怪是比较少的 就赶紧处理掉 是 怎么样 看一刀 我觉得还是挂攻好 不要射减 嗯 他觉得下回合没事做 下回合我觉得他放狗是放不出来的 嗯 这回合我建议就大哥冲了吧 看一下自己是欧洲人还是非洲人 因为你其他选择都比较差 你看你如果上小狗首领的话 只能抽一口 或者是打一发死缠 这种根本不太行 对 如果你上别的的话 应该是不会打死缠的吧 是 你上别的话 又什么也干不了 为什么不冲大哥呢 只有大哥有机会上两个怪 其他都是只能拍一个怪 对 就算大哥丢不到那个对魔像 他一个五五的话 也还行 嗯 但是其实大哥如果上的话 如果把阿古斯丢了的话 其实还是很上的 一个五 嗯 有没有更稳妥的选择 嗯 不管怎么说 你这回合 还是大哥 还还必须是大哥 没有 没有 挺好的 还还还 二等这样吧 嗯 我只要不丢阿赫斯 我觉得都能接受 可以 是吧 那这个大哥就处理不到了 那这回合呢 就只能提供上 奥秘守护者射箭打脸了 没错 这都是处理不掉的 而且 嗯 这样的话 看他上回合射箭还不错 就是多强了 那些 但其实这样强血 因为现在T系列强血能力 强血能力并不强 没错 非常怕强的 这边下回合 找机会把这个大哥架起来 就很伤了 还有没有两飞的怪 对 哦 爆破 爆破也是非常怕放狗 是的 嗯 但我觉得可能会还是 或者是打打两个怪 一加三 一加三也还行 然后 把两个下回合把两个这个 血量高的架起来 嗯 也可以 嗯 就不卖血就收牌了 需要 对 因为明显对面是一个抢血的猎人 你这边再去卖血 确实是有点伤 嗯 就我觉得Livecore只要把这个 大哥架起来之后 这个猎人 是很很难去打到脸上的 对 自从猫头鹰没了 大家现在都过不去那种很高的强 对 而且印记也很少有人带 嗯 印记的话 还是有一部分人带 但是比较少 对 还是比较卡手 这就打小鬼猫破 看最好是能打 出个二 打二 对这比较好 但是打了四 我的天 那阿丘这边爆炸了 把这边笑了一下 我觉得火车王是一个冲药 要不要 就是把对面场面铺满 然后 火车王冲了的话不能放狗了 就算他对面的伤害吧 你看对面是 对面是十一天成功 十一天成功 还是有点危险的 嗯 要不还是先放狗吧 放狗打一个射箭 接硬币快射 然后堵你没有墙 我带火车王 那这样是不是有点冒险啊 是 但是如果先打火车王的话 会不会死呢 就有可能会死 对 就是这样 先打火车王 对面场攻 现在最近六七八九九 再加二是十一 对 就相当于 差六 就是什么混火叫嚣 或者是混火阿古斯 叫嚣不行 叫嚣上不去 对 对 但是这个我觉得 火车王选择还行 因为他至少就只要两张 比较强的 就强力的 就两张这个像利贷这种牌 才能打死我 嗯 哦 他选择了还是流 流火车王 对 选择了堵你没有阿古斯强之类的 嗯 而且他有结场嘛 哦 结场是不是 他估计不能全解的 好像是走脸了 我看他的意思应该是走脸了 应该是把你打到巴蟹吧 啊 他他肯定是不能全解的 嗯 可能会解两个 打到七好像还是不错的 至少有发什么杀戮啊 或者快射之类的 也可以把你解的 把你打死 他这边也没什么问题吧 就 阿古斯 炸起来 然后一三也丢上去 这边可以选择 我觉得从长远的角度来说 就架一个多位魔像是最好的 因为下一回合 你再上一个墙 就是 你这回合如果说是去架 架一个一一 其实比较弱 对 相当于少了一个两血的墙 对 他是不是还是会 如果架一三的话 就是 架一三和架三三 我觉得不如架三三啊 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加一 哦 他觉得 这个牌有功能 可以过牌 然后这个牌呢 也是两功 可以吃你一切的怪 但是 但是 这就没必要解了吧 反正 杀戮 射箭还是死 要解 要解 他产攻已经差不多够了 所以不需要太贪 我觉得解两个吧 然后一个一走脸 哦 这样打 那快射不行 还差一点 哎 火双加这个 这两个 但是可以结场 不行 这样的话只能结场 嗯 火双加场的话 还是很危险 快射必须打 打一个二四 对 感觉来 这边要翻的 狼外扑 狼外扑 这两个狗 对面场攻是六点 六点你剩九血 非常非常危险 嗯 这刀肯定是砍链上的 可是你截两个的话 也是吃了一袋啊 我觉得他不管怎么样 他都要赌吧 因为你两个狗却打脸的话 你不抽伤害还是出 没错 你因为你的伤害 就是像猎人的伤害 基本上都在三点以上 而且他两点伤害的刃弩已经没了 是的 我觉得就两个狗全解 全解怪 对 堵下和鹰角弓或者是杀鹿 是的 这样的话单利带是不死的 单利带或者单魂火是不死的 只能打八 防动员的伤害 反正一般都是偶数倍嘛 比如说两点四点这种 因为他想自己还有没有两点伤害的了 好像是没 我觉得猎人应该没有什么两点伤害 没有了 除了爆炸之外 不知道他有没有带那个银色骑手 就三二一冲锋 银色骑手 有可能会带 对 那个就是两点伤害 对 但是他觉得保险起见 防守利带或者昏火 是 反正绝大部分的伤害都是三点以上的 对 这边可以换掉三二上一个墙 这样的话可以防你一手鹰角弓 是的 而且不能抽血了 就上个墙 然后丢那个银色 那个管理员 就好了 墙 要不要把魔像也上了 就墙加魔像加管理员 对 就一样的嘛 你如果丢 丢小鬼就上魔像 如果丢魔像 就魔像了 对 反正也不能抽 也不能抽小鬼 还不如自己上了 嗯 你肯定是这个小鬼也是不能上了 嗯 但是留在手里 反而更好 但是你也留不了了 呵呵 就是你如果那个 一色战士管理员 如果丢掉这个 对魔像更好一点 因为你手里手牌 有一个未知的嘛 嗯 对吧 给对面点压力是吧 我反正 你也不 哎你看 这是个问题 你看 Live Coast就没有想到这一点 你手里如果有多一张牌 是不是对面很慌 他有一张牌 没戳 那是什么呢 有道理 但是猎人说你要是有伤害 早就扔了 我也不管你了 哎 没有 那这样的话是输掉了 走远了 哎呦 Live Coast这个动物园 也是 RDU有 已经三连胜了 对 RDU如果有伤害 能结场的话 那为什么不打链呢 对 哎不过RDU这把真的很可惜 其实前面看到他的起手啊 还有中间 其实排序已经很不错了 对 但是现在的猎人就是跟之前的猎人已经差距很大了 像 呃 就是关键是 那个麻风诸如 嗯 然后 叫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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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被虚弱了 没错 其实你强脸的能力就比较弱 对 看见RDU选择什么 战士 哇 这边应该是个 网站吗 就是那种中速站吗 是 恩佐斯防站吧应该 因为我们这边看不太到 哦 网站 你怎么猜到的 因为它有牛又有暴乱啊 那我没看到暴乱啊 那我没看到暴乱 我刚才看到牛了 我以为是恩佐斯防站 嗯 有暴乱的话肯定不是一个套防站 对 对吧 然后它有牛 它又是一套偏中速的 那就只能想到这这这这这种套牌了 没错 那瓦王站打动物园 嗯 怎么说 看瓦王 其实瓦王站也很靠铺上的 嗯 对的 它其实前期如果有助甲师 有暴露女时事鬼的话 还是挺好的 没错 其实继中欧过后 我就再也没有看到过瓦王站了 因为太low了 然后被 时代所淘汰了 主要是 战士各种形态的战士 都是非常强的 没错 有更强的 龙站 就是 龙站是比这套牌好处 就是说 它的节奏性更快 然后 它的功能性和网站差不太多 对 只不过是比 呃 网站后期弱了一些 嗯 嗯 哇 这边的动物园觉得 也还算可以吧 有点 其实有点坑 嗯 不过还可以334这么拍 诶 这边画语维农来的挺好的 直接点一下 然后撞吧 现在是一攻的时候赶紧撞一下 对 趁他年轻 跟欺负欺负 哈哈 哦 这边再上一个嘛 再上一个解掉二二 嗯 还行 或者是打红火加上 叶瑟震管理员 但是有机会丢掉另一个 但是红火加叶瑟震 就算不丢另一个感觉 就是对手牌消耗有点大 是的 就是就剃掉两张牌嘛 还是有点伤 但是场面是不是太弱了 嗯 如果用 二一换 就是如果再上一个大胖的话 他就二三 换掉他就二一 然后被巨雅师吃了 嗯 这边 感觉 他就需要一发斩杀之类的 哦 他这边没有选择 哦 我的天 库哈龙非常的好 没错 那这边就解掉 解掉一五吧 对一五 然后猪雅师撞一下 二就可以走脸了 是的 呃 就动员最怕是这种情况 就是 你铺块被对面吃得非常轻松 是 而且对面还怪还活着 怎么样 阿古斯还架不出来了 嗯 我觉得干脆就小鬼 魂火加叶瑟刃吧 丢一丢吧 丢吧 丢吧 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强行去战场了 对 你 只有这种翻场手段 而且你还不 不缺牌啊 嗯 有小鬼在场 对啊 有小鬼在场 等于说你 手牌都补回来了 先打魂火吧 我也丢了魂火 很尴尬 对 一定要先打魂火 魂火的话可以 就是主要 你需要的是一个解场的手段 对 先解这个助甲师 不让他多跌架 没问题 好的 看这八 哦 但是能不能过到一张两飞啊 还行 哎 不错 感觉也没亏 对 还行吧 对啊 手里还有两个阿古斯加一个大哥 对 那这边应该会选择利带了吧 没错 这一大还是一张比较灵活的牌 在你有场面的情况下非常厉害 对 一小换大嘛 这个是 而且 关键是 但是 来不过这也没没没没看出来对面是什么什么战是吧 可能 挠了挠头感觉很迷茫 嗯 这边其实可以全解的 但是 略有小亏 嗯 但是我觉得也还行 因为夏侯哥这要有个女王 就是诗诗鬼旋风斩 是吧 嗯 诗诗鬼旋风斩全解 还好 其实 起码保证了自己是一个先手 是的 好的这边 需要什么呢 我的天 这一抽实在是 那就 大哥 先让一把吧 爆炸 没办法拉开 看命了 这个丢的 有点伤啊 两个最厉害的 是的 那这边上女王跟他顶 这个也没什么选吧 嗯 你总不能实施鬼家斩杀 是不是太亏了 先女王上 血量这么多 先给你看看 对 而且打到这时候 还要29血 一点压力都没有 其实瓦王战 只要活到实费 就不知道怎么输了 是 RDO其实看的手牌这张瓦王 就告诉自己 我先活到实费再说 是啊 而且 这一回合的女王 是非常的难受 嗯 没有小 对 上什么都是送啊 有个小鬼爆破还行 要不抽一口堵个爆破 去打下这个 三三 如果 如果打死的话 然后再撞下屋 然后给个小鬼 对 那就是非常好的节奏 最完美的了 应该是 但是没有啊 要不自信抽一发 嗯 要不然你干嘛 要不然这回和你架起来 一个也不好 干脆抽一发得了 先抽一发 架起来一个这个墙太脆弱了 有没有 哦 有两个小鬼 那这样的话 要不然就解掉一个三三 就不动了 但是女王你不处理的话 还是非常的难受 但是 就是说如果你解掉三三不动了 对面掏出个什么东西 把你这个残血的大哥解了 斩杀 就怕斩杀 嗯 这个女王还是一直在卡着你 是的 但是你如果主动送的话 基本上你很难翻场了 是啊 这就是动物园最难受的节奏 哦 选择了直接架起来吗 架起来 架起来 走脸 那就是相当于送了一个阿古斯 也不好说 如果是 他可以先撞 如果拿了一个六三的话就更好了 对啊 因为你三三可以补 他直接选择了 有女王 这个斩杀我觉得可以 可以交上去 没用的 没用的 大哥大哥家那什么都交都丢了 两个大哥丢出去 上上一个丢了一个 可能会有砰砰 砰砰的话你有女王在场 你怕什么呢 嗯 这个斩杀后面你 哦 我觉得好像没必要留 我觉得就直接交了好 那副扣子没有很头疼 还是一个女王 是的 这边啊 抽一颗找爆破吧 不然怎么办呢 哎呦 就是你找不到爆破的话 你上什么东西 对面这个女王都会拉走的 没错 而且会以你最不舒服的 那个什么去换 方式 对 如果上一个的话 那就对面就可能都不会管你 拿一个小的给你换了就 还是抱这个女王 对 没什么办法吧 那我就 那我就闭着眼睛就都扔了吧 扔什么311就扔了吧 哈哈 对吧 呃 感觉这么头疼也不是个事 那你311的话 对面直接就把你小狗手里一拿 你怎么玩 是 或者是你对面摸相应的啊 现在就是 你丢的少了 场面压力不强 还换不掉女王 你丢的多了 就给人家送 这个已经是一个死局了 然后回头自己还是写不了场面 这等于说是一个死局了 你是上怪也不是 不上怪也不是 哈哈 好尴尬 你看你硬着头皮上了 那对面稳定把你这个二四拿走 然后对面场面其实没差的 就还是一样 我的天 猴蝶 这边还有猴蝶呢 不知道出什么 但是这回合只能空冲 空冲猴蝶了 嗯 那也没什么 这边就对啊 撞一个嘲讽 然后猴蝶撞一下二四 再保一下女王 嗯 这个接着让你头疼 是的 来吧动物园 反个场 来个扣着你 已经崩溃了这个女王 这也没办法了 就没办法赢 可以跑了 嗯 这个扣是说我需要女朋友 轻轻才能起来 哈哈哈哈 还好吧终于搬回来了 这个 这个术士终于是被干掉了 没错 而且我也是输了一口气 其实这套网络战来说 呃 也算是那种比较 打什么都还行 打什么又不太 那种 对比较万斤有嘛 对 嗯 那就看Livecoach用什么样型的 骑士吧 如果是愚人骑的话 我觉得拿这种 愚人骑打这个 但是还是 应该算是最好用的吧 嗯 那萨本觉得中速骑怎么样 中速骑就是带 带这个 就是奶骑 军需官之类的嘛 也 奶骑也可以 就比如说王语骑 恩佐斯的那种 也还行啊 就是他他跟他的跟这个愚人骑差不太多嘛 都属于一个类型的 那我们先进入广告 我们一会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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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